哈喽哈喽大家好 特别开心又到周末了 然后呢我现在的状态呢 怎么说应该是心情特别的好 但是我个人的状态特别的不好 因为我感冒非常严重的感冒 其实这两天法国的天气非常的好 就是马赛地区的天气非常的好 然后只不过很不巧 就是我到这儿的第一天 这儿乖大风 而且这儿温度在第一天的时候也很低 所以我一下就感冒了 因为我看着天气暴来的 当时说这儿应该有17度到20度 然后我就没有穿很多 于是一下就把我给冻病了 然后在当天我赶紧就买了新衣服 不过买了新衣服之后呢 就是在昨天和今天 天气都特别特别的棒 你受得了吗 我觉得我简直是被戏弄了 然后我现在一直都是感冒 我估计我用的卫生纸 都可以把我下面的垃圾桶给装满了 真的是很夸张 但是为什么说我心情好呢 因为我这一趟来到法国 然后来到马赛的这个行程的目的呢 是要去试驾一款F1赛车 哇特别爽 你能相信吗 是试驾F1赛车 当然了这个试驾已经结束了 然后就是在今天整个的一个流程 上午呢 先是用这个雷诺方程式 去有一个赛道的安全的讲解体验 然后还有就是有一个小小的考试 然后当这个工作人员认为 你在赛道上的驾驶方式是正确的 并且是没有那种危险驾驶的行为的状态下 才会让你去开那台真正的F1的赛车 然后这台赛车呢 其实并不是雷诺还有Infinity现阶段的现役赛车 而是什么呢 是2012年的雷诺的那台叫做E20的一个F1赛车 当然那也很夸张了 不过怎么说呢 其实那台车给我的加速方面 并没有一个特别大的惊喜 或者说是意外 我觉得还OK吧 我觉得有两种可能 第一呢 就是可能它已经把动力从ECU的那个里边 设置里面已经给限制住了 然后还有一种可能就是 其实你要说0到100公里面要是加速时间 还有到200公里面要是加速时间 跟我的那台RE是差不了很多的 所以我觉得可能是不是我已经适应了这种加速度的感觉呢 所以并没有感觉那么那么的刺激 就是在加速方面 但是在弯道里面这个F1赛车 因为我开的这回真的是一台真正的当年的F1的赛车 那个我怎么形容 那种极限就像一个宇宙的黑洞一样 真的是深不可测 就你敢多快进 它就敢多快过这个弯 真的非常非常的夸张 另外还有的就是它的刹车 一开始我在跑的时候 我还会去试弹性的刹 因为它提速会比雷动方程式快 然后我们先开始开的是雷动方程式 于是我感觉车速好快 所以我刹车要早一点 但每次我发现一刹完车之后 瞬间我觉得到快要进门的时候 我觉得速度不够 我还要再给一点油 然后我试着就把刹车点往前推 直到最后我感觉 其实这台F1的赛车用雷动方程式的刹车点就已经OK了 当然还有一个前提 就是我们的今天测试用的赛车场 它并没有打开赛车场的全部 而是只用了60% 而且有两条大的直线也都被去切断了 然后刻意的让你去减一下速 所以我们这次开这台雷诺的E200在这边做的急速 我记得我看我的数据应该是260多公里每小时的样子 但如果按那个直线打开的状态的话 那可以跑到300以上 那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反正总之这个刹车给我留下的印象也非常的深刻 真的就是一脚 怎么形容啊 一下就能那种 一瞬间就能停下来的那种 真的是非常的夸张 非常非常的夸张 这个是不是 说句俗话啊 就是开F1提F1的这件事 这牛逼我怎么也能吹半年吧 真的 我特别特别开心 这是我开心的事 然后咱们就该说回这一周的话题了 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我在微博上看到了一个 关于机场高速又有新的执法的一个手段 因为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去过机场的话 你去过T3的话 你会发现在紧急停车带上 总是会停着无数的车 总是会停着好多的车 就是如果你真的碰到紧急情况的话 那你想停到紧急停车带上 根本就没有地儿 然后现在有新的一个打击的方法了 然后呢我也下了一段视频 大家来看一下 这是14号晚 记者跟随机场交通大队 整治机场高速路乱停车行为拍摄到的画面 警管教管部门对这种应急车道停车行为 已经形成了常态化的打击 但是一些违法司机还是怀着侥幸心理 等警车一走就又回来了 在没有交警固定职守的路段 能够24小时连续执行 实时拍摄视频 抓拍违法行为的高速机器警察 就发挥了巨大威力 一旦违法停车 机器警察就会跑到你车边拍照录像 让违法停车无处遁形 您已进入视频监控区域 执法设备请勿靠近 这种移动式护栏巡逻执法机器人 其实是一种高度集成的 带智能引导模块的电子警察设备 重20公斤左右 机器人以高速公路现有的护栏为轨道 可沿护栏自动前行 倒退停止 运行速度每小时5公里 一次充电能够行走5到8小时 设备集成抓拍摄像头和360度监控云台 通过4G网络实时将抓拍的违法停车信息 传回控制中心 咱们一个迷你可以很轻松的把它搬走 而且它可以自动的充电 如果说它在一个地方巡逻 能够支持5到8个小时 当它的电量低于30%的时候 它会自动寻找它的那个母充电桩 完成自动充电 也就是说这个设备不光是可以移动 而且可以完成自动充电 从10月3号开始 这种执法机器人开始在机场高速 沿线测试效果明显 开通以来 这个路测和印象停车明显的减少 因为它是一个声光一体的一个设备 白天呢 它有声音 同时它在巡视当中 警示这些违法车辆 对不这个违法不开走车辆 进行这个非现场的移动拍摄执法 另外夜间呢 它有一个声光的效应 这个灯光啊 警示灯啊各方面也会闪烁 对这夜间违法停车车辆 更是呀是一个震慑的一种作用 对于它违法不拍走的 同样它就有夜间的拍摄的功能 对它这个非现场及时进行采落 然后事后对它进行一个高线的一个处罚 目前 脚管部门正在继续推进 移动式护栏巡逻机器人的应用测试 并将于近期在其他各条高速公路上推广使用 进一步依托科技手段 加大对各类高速公路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 北京台报道 怎么说呢 这东西我也没什么可评价的 但是视频里也提到说从某一个时间点 这个打击在机场高速的紧急停车带上伟章停车 这是一个常态化的打击 但反正我每次去机场都会看到很多车在那停着 尤其是到了晚上更加更加的过分 所以这个常态化打击好像并没有什么用 但有了这个机器人之后 能不能有用呢 拭目以待吧 我当然希望这些交通伪装行为都能够被处罚 但看疗效了 看疗效了 我也就不在这发表评论了 OK再来看下一个 就是关于日本的出租车的 日本是从95年以后 已经有22年了 这是又重新专门推出了一款 只给出租车来用的车型 我们先来看下视频 看完了我再跟大家来多聊两句 据报道 新型出租车属于修旅行 采用电动侧滑门 降低了底盘高度 便于老年人和孩子上下车 此外新车型在设计上扩大了后座空间 高顶棚和大车窗也提升了开放感 另外新车采用液化石油器引擎和电动马达的混动系统 然后为每升行驶19.4公里 并配置了自动刹车等先进的安全技术 丰田的出租车占日本国内约九成市场 现在生产的三种车型将于明年1月停止生产 根据出租车公司的要求 新型出租车车身仅有深蓝黑白三种颜色 力争统一出租车形象 我个人感觉这个做法真的特别的聪明 首先整个日本全国它的出租车的保有量 因为丰田确实也占到了九成 所以它能够去把车型给统一 它本来就有这么一个先天优势 可能在国内实施起来确实不太容易 因为就是比如说北京都用现代 然后比如说哪里哪都用自己地方上产的车 这可能就统一起来比较麻烦了 但是如果能够统一的话 那其实就专门为出租车这个行业 去造一款车也是值得的 为什么说呢 就你可以去把很多便捷性的东西 就用在这个车上 或者说在先天设计的时候 就给它加上 然后还有一个更便于统一的一个管理 因为它这个车型系统是统一的 然后包括一些 我觉得对于乘客有保护的配置 等等等等 反正如果真的能统一起来 有一个专用的车型的话 肯定是大大大的利好 但是好像这事 我说到前几句话的时候 我突然想到好像这事在我们那执行起来 不太现实 对真的是不太现实 这虽然是一个好的事 但不太现实 好 那再来看下一条 这个在北京什么被收拥堵费 被收什么排放税 这都不新鲜了 不对不叫拥堵费 那个叫在北京那个叫限号的罚款 出去一次100块3个小时 然后如果超过3个小时 再拍到再来个100块 所以理论上呢 如果你的车那天限号的话 就是罚你200块 这一天里顶天了200块 那不扣分 反正我把这种罚款的就理解成为所谓的拥堵费了 所以我刚才也就顺口管它叫拥堵费了 然后再说回来 我说北京可能收拥堵费 收什么排放费 国内收排放税都不足为奇了 那现在在英国的伦敦 除了之前跟大家聊过说已经开始收拥堵费之外 现在排放税也来了 英国伦敦的环保新规实行后 所有污染物排放量高于欧四标准限制的机动车辆 如果在工作日早上7点至下午6点进入伦敦市中心 除了要缴纳原有的每天11.5英镑 约合100元人民币交通拥堵费外 还需额外支付10英镑 约合87元人民币的尾气排放费 这项减排置屋计划预计每月将影响超过3万辆机动车 其中大部分为2006年前注册的柴油和汽油车 征收尾气税只是伦敦治理空气污染措施的一部分 伦敦市政府计划2020年前在市内划出超低排放区 彻底禁止尾气排放超标的机动车驶入 与此同时包括伦敦巴黎和洛杉矶在内的12个国际大都市的市长 及代表当天在法国巴黎联合发表零化石燃料街道宣言 承诺将从2025年开始只采购零尾气排放公交 并于2030年之前在城市的主要区域实现汽车尾气零排放 也就是只允许电动汽车和轻动力汽车进入 这口够狠的 针对所有国四欧四以下的车型 尤其是柴油车 全部都要征收这个 在高峰时期征收这个所谓的排放税 够狠 而且这不是我刚好现在就在法国吗 然后我跟我们这个当地的这边的这个地阶 我也跟他就关于这个环保的问题也聊了 然后他也跟我们说 据他听说啊 也许是新闻也许是小道消息 反正说好像在巴黎说在某一个时间点 在一个小巴黎的这个区域里边 就不让这个私家的机动车来进入了 我一开始不太信啊 但是他斩钉截铁的就这么说了 嗯那好吧 我觉得那挺夸张的 但这是小道消息啊 我也不敢说白不白的确认 但他确实说的挺肯定的 OK再来看下一个 下一个是呢 关于日产 日产最近比较倒霉啊 两档的事都跟他有关 第一个是呢 神护之刚那个维越刚 好像说跟他会有关系 然后再来呢 就是日产的这个出厂的检验员 用的是没有资质的检验员 那现在日产怎么办呢 来看一下视频 日产发布的公告说 公司四家工厂使用无资质检验员进行车辆出厂检验被曝光后仍存在违规行为 因此公司决定面向日本国内市场的全部车辆停止出厂检验 并停止车辆发货和新车登记 但是用于出口的车型不会停产 公告说日产正探讨重新检验库存车辆 还将追加召回于9月20号至10月18号生产的约3.4万辆车 上月日产被查出辅助检验员进行车辆出厂检验 为此日产决定召回约121万辆车 另外由于日产同时卷入了神护之刚丑闻 近期日产及其最大股东雷诺公司的股价在欧洲市场下跌 我这个动静可真的大了 但我觉得像这样的一个动作 至少对于这样大厂来说 这么大的一个厂来说 应该说是一种很怎么说 很负责的态度吧 总比黑不滴白不提的抢 然后再有啊就是这个特斯拉又有大动作 他在上海建立了一个全球最大的快速充电站 我们来看一下视频 上海丁香国际超级充电站 近临陆家嘴CBD 区域内中高端住宅密集 可同时容纳50辆特斯拉充电 每个超级充电桩 每小时可以实现85千瓦时的供电 目前特斯拉在上海已建成17个超级充电站 共有154个超级充电桩 使长三角地区的超级充电桩数量达到294个 它在中国大陆地区的超级充电桩总量已超过700个 今年内将增加到1000个 充电及服务网络覆盖全国170个城市 与超级充电站以快充为主 主要为长途行车服务不同 依托旅馆 餐厅 景点 这样的特斯拉目的地充电网络也在不断地扩大 目前在上海已经超过了30个 中国已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动车制造和销售市场 特斯拉的市场占有率位列北汽 吉利和江陵三家中国 本土厂商之后排名第四 2014年特斯拉CEO埃隆·马斯克就曾表示 计划在中国建立工厂 他到中国来在自贸区里设这么个厂 他的目的是既想对中国市场有这样一个供应的功能 又想同时能够供应全球其他的市场 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一举两得的这样一个步骤 而对于业界来说 特斯拉在国内的工程掠地并非只带来竞争 对提高国内新能源车供应链水平将有很大帮助 电池管理水平在业界是非常先进的 从它五年的电池 它所谓电池的剩余电量比率来看的话 它能保持在90%到95% 那么我们国内来讲的话 它的电池衰减了 那在五年的话能保持到60%的已经算不错了 我觉得特斯拉的到来 我觉得可以 如果能帮助到我们建立一个高附加值的一个新能源供应链的话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那么至少大家有一个标杆 看到说有这样一个优秀生在那里 他们能考到95分 我们不能只满足于考五六十分 作为北京的一个特斯拉车主 我来说真的好羡慕 不过确实我 虽然离我家很近就有一个超级充电站 而且那个超级充电站 好像有六个还是七个车位 我都忘了 因为我已经很久都没去了 我觉得还是说 在家里 就我每天到家之后 啪一叉 然后养成这么一个习惯来充电 是最方便最省事的 因为每次去超级充电站 就算快 有地儿 我能充上 然后如果 边上没车的话 这个速度是真挺快的 但如果一旦车多的话 好像这个速度也不是说像宣传的那么那么快 所以我承认啊 就是随着这些超级充电站的增加 数量的充电桩的数量的增加 肯定对于用这个特斯拉会有一个变连性的帮助 但 如果啊 如果你家里真的没有条件去装充电器的话 那我个人感觉你还是三思三思三思 然后在最后我再表达一下 我真的是很羡慕这个在上海住在这周边的同学们 50个感觉受了吗 那就意味着你永远去永远也有啊 对吗 而且现在特斯拉还很智能 就是他能够实时看到每一个超级充电站车位的占用的情况 那一个小格 有几个空着呢 你觉得你现在过去OK能充上电 那你就可以过去了 每个小格的空着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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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